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严重的该带来死亡 较轻的程度是受伤 伤残 被逼还俗 被拉下注射的位置 这都是还未发生的事 我们必须冷静思考 要以性命去争取话来认真 指望前进的勇气 这是大师傅在室内诊所对寺院代理人所讲的 所以谁认为这是负面的想法 想到最严重的地步 可以看大师傅的思考模式 叫做走道 我们办理事情 要走道 不能就像我们听过大师傅讲 就是不要认为不要只想太乐观 不要太 不要乐观 不要北观 要看世界的真实面目 世界有丑坏 也有传绿的 所以我们要看 链灭 才叫做走道 才叫做走道 所以大师傅 在办事啊 各位很走道 各位 我很喜欢这种思考模式 即是预先为最严重的地步 着想 着想 每次遇上问题 我都经常使用这种思考方式 先预测最严重的结果会是怎样 然后顺着轻重程度排列其他的结果 这种思考方式有助于防备 是先有准备有应对的方法 过后不管结果是怎样 我们会容易和快速的提起正念 减低心理上的冲击力 结果没有心理准备啊 各位 没有想得很久到 当意料不到 不怕万亿 不怕一万 怕万亿 万亿发生 没有想过 那就压力大 要想得很久到 圣诞之后的思考模式 最严重的结果是怎样 比较轻呢 再来呢 123456就排 顺序 然后就 结果最严重发生呢 怎样 额 跟他应对 如果是第二个结果 真的发生了怎样应对 就是思考 然后写出一个 额应对的方法 这样的话 额我们到时候不管 发生哪一个结果 一到六 都是有心理准备了 你看呢 最后大师傅 有发言 有发言也是这么的走道 各位 所以 我们还 还不像大师傅修行的 那么的神奥 就更走道 做事情 各位 额 这样的话 才 一切 修宝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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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乐日记里面 额 有提到 额 要 思考到 最严重的结果是怎样 额 如果没有解释清楚的话 可能会有人误解 以为是这种思考 是 额 褂面想 但那种想法 褂面的想法 不是正面的思考 额 实际上各位 大德 我们有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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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tain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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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清静 求成长 求进步 从黑慢慢 变成清静 变成白去的 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静 这种思考 才叫做成长心态 正面思考 不过在 让自己 成长的过程 当然要走到 摩鲁 会把烦恼 轻入人心 来阻碍我们 成长 摩鲁 把烦恼 轻入任何人 得心 必要 来阻碍我们 成长 阻碍我们成长 那叫天之魔 有三种 天之魔 第一种是 因爲 因爲 好 希望 金钱 就是 荣亿 被摩鲁 利用 用真钱 来 用他 来阻碍我们 就是说 他被买了 被别人买 他出卖自己 这是金钱 能买人 有些人 有些人 被钱买 有些人不是被钱买 而是被 色情方面 女生 男生 或者是 有些是 同性 也有 就看 他有没有 这方面的 缺点 所以有些 心很毒的人 就会利用 他喜欢的 的那种 色情方面 去勾 他的心 然后利用他 来阻碍我们 成长 或者 有些 不是金钱问题 色情问题 而是 面子问题 希望自己 最棒 第一名 最厉害 出风头 爱出风头的人 就是 也容易被利用 各位 被利用 摩罗就 心很毒的人 他懂得 利用人 他就会看 这个人 有这个缺点 就利用他 去阻碍 人 成长 某某人的成长 所以 正面思考 成长 心态的人 就要 显得很周到 我们在 成长的过程 会不会出现 这些障碍 如果出现 第一种人 会怎样处理 第二种人 怎样处理 第三种人 第三个问题 怎样处理 所以这 也算是 周到 正面思考 而且很周到的 也算是 成长心态 再来 成长心态 正面思考 的第一 二种行法 是 有吃贝 不起 忏恨 不起 忏心 在 成长的过程 不起 忏心 那么 我们就要看 在 同样的 摩托会利用 这些人 天子摩 来阻碍我们 会令我们 起身心 这些人 所以就会产生慈悲心 同情他 可怜他 所以慈悲 在成长的过程也是有慈悲心 慈悲这些被利用的人 来阻碍我们成长 第三种 成长心态正面思考就是有智慧 包含智慧 不害人 在成长的过程自己快乐 他人也快乐 那在自己跟他人成长的过程 就也要走到所想的很走到 会出现那些天子魔来阻碍 那出现后怎样处理 这样的话才叫做正面 思考 走到的正面思考 各位大德 所以这是正思维啊各位 正思维 清静 慈悲 智慧 而且走到 懂吗 所以这样办事各位 才会成功 才修佛罗密的很顺利 好吗各位大德 今晚要跟各位分享一所寺院的 泰国武清所寺院供养功德医的其中一所寺院 来一下 各位大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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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